大家好,我是Malu 今天要来介绍我的新家 跟我走吧 黑色拉布拉多Malu 是2016年小英前总统 收养的退役导盲犬 三只导盲犬里 就属Malu最为活泼好动 只是Malu调皮的模样 再也看不到了 小英前总统20号在脸书写下 常常隐形在照片里的黑狗Malu 在昨天去跟Bella一起当天使了 文中还感性写下 才刚帮Malu过16岁生日 坚强的她努力撑到离开的时候 期待有缘再次相遇 短短的一篇文 却是对Malu离去最深刻的想念 Malu生性超级活泼 小英前总统在2016年的领养活动上 Malu往前冲刺 还差点害她摔一跤 总统府公布官邸开箱影片里 也能看到Malu变身官邸刀烂员 跟着镜头跑来跑去的样子 不过说到Malu最经典的画面 一定是合照隐身术 与美国国务刺青柯拉克 在官邸前合照 还让三只爱犬一同入境 只是黑色Malu 却几乎跟小英前总统的黑色裤子 融为一体 镜头前被消失的逗趣画面 也让网友们印象深刻 爱犬离世 小英总统不忘感谢Malu 互相陪伴将近八年的时间 打纳回忆成为绝想 这些日子也是小英总统 最难忘的时光 三菱新闻戴伟成 蔡又贤台北采访报导